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吉士阿凯 我是吉士阿凯 事情是这样子的 自从我经营油管频道以来 有很多朋友经常问我 读飞机是难吗? 有哪一所学校比较好? 怎样报读? 应征的时候要准备些什么? 等等等等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吉士阿凯特地从槟城开了7个小时多的车 来到670多公里外的地点拍摄 有关注我Instagram的朋友 你们应该会注意到 我现在身在柔佛州 而且我今天身边还有Vincent 哈啰 然后还有空军 我们今天来到柔佛州最主要的目的 是因为我们受邀来参观一所飞行学校 而这所飞行学校的名字就是 Asia Aeronautical Training Academy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 在马来西亚当机师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 很多人都很好奇 那吉士阿凯正在镜头前面对着你讲 就很乏味很无聊嘛 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带大家一起体验 当student pilot是什么一回事 那影片的最后我们还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所以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 然后规矩记得订阅分享然后按赞 Let's go 所以一般上的在Flying School我们会有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所谓的Ground School 然后接下来就是Flying Phase 这里是UTHM University Toon Housin On 也是AATA的地面训练基地 没错这是真真实实的一所大学 OK好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呢就有这位Captain Godric 嗨我是Godric 我是AATA的Theoretical Knowledge Instructor 是的 那些学生一进来报读这个Piloting course的时候 他是会先来Ground School 然后 complete他全部 course 然后才去Fly 还是这样 对他们会进行八个月的Ground School 然后15个科目 就15个科目过后 他们就会去深海进行飞行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参观这里的Facility 是怎么样子的 OK走吧 OK Let's go OK So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课室 So 这个是我们的Batch 2 他们就多一个月就是完成了 他们就会去深海进行飞行 所以平时他们读书的都是在这个空间读啦 对 就是在这边上课 可是现在他们是on 15 minutes break before他们的next class 很大的一个课室 对对对对 一个班有几个学生 这个Batch有15个学生 那另外一个课室就有Batch 3 就9个学生 一半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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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四个Face 四个Face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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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Face 1的Alpha 就他们这个星期刚刚开始Face 2Face 所以他们有分好像BPL先考完BPL的weaver 然后考新的 现在没有他们直接 DPL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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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边是哪里? 这个是我们UTSM大学的图书馆 里面是我们的 也一个corner就是我们的 student launch for ATA 的 students specifically is for ATA 的学生用 specifically is for ATA 的学生用 你带我们去看 走吧 这个图书馆是几点? 开到几点? 是早上开到5点昂晚的 是8点半开始 就开到5点 所以他们lunch break 还是什么 他们就可以来这里休息 读书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边啊? 就是我们的ATA 就是so far 给他们休息 这里就有其他的参考书 就是一般上 除了书馆 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这种全部是AVLATION的书馆 刚刚那个学生就讲他们每次 就是来这里 我们在那边读书比较舒服 他们想不要安静 是很安静 这里讲话最大声是你 呵呵 平时学生住宿是他们是怎样来 来这里的? 啊我们ATA 是有provide transport的 就有一个van 就是在全部学生来上课 上完课就是回去 也是同一个van 然后他们的breakfast lunch 跟 tea 都是在这里provide 所以他们的mills也是 cathed for them 看到这里要打断一下 虽然AATA这所飞行学校 是在2019年才正式成立的 但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 他们的教室上课 环境阅读空间 甚至是其他的设备都那么的专业 那么的齐全 不仅如此 AATA的地面教官 也是由UTHM的教授与博士 和几位有实际飞行经验的机师所组成 这两者是可以互相互补的 所以无论是理论方面或是操作方面 AATA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人才 就好像我们接下来有荣幸访问到的 这位AATA的校长 又被称为 他非常友善 非常的健谈 并没有什么价值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他其实是一名航天动力学博士 谢谢你来到这里 您是大厦师的大厦师吗 是的 我是大厦师的大厦师 我叫大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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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航空兴奏 在这里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有一个提供 可以给这些人 什么样的呢 是的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航空兴 继续你的梦 如果你最喜欢的 工作很努力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在天空间的办公室 对吗 对 我认为AVision业 是在这里 你能够改变 不只是自己 但也能帮助你的家 对 所以我认为 工作很努力 这是我可以看到 谢谢先生 谢谢船长 感谢另外两位教官热情的招待 用完午餐后 我们便开车前往AATA的学生宿舍参观 这里的宿舍位于大学旁的一个住宅区 虽然说是在大学的范围以外啦 但距离学校才那个五分钟的距离 可能你在大学里面的宿舍都比较远咧 加上AATA又有专车接送学生 两个字 方便 哇 这个是宿舍来的咩 这么一点都不像宿舍的 他们的宿舍真的很时尚很新 而且我跟Vincent都同意 他们的宿舍很有家的感觉 好温馨喔 来 让我们找一个基石来访问一下 我叫Shamus Lee 李华浩 我今年21岁 我是Bestree的学生 是什么让你想要当Pilot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 我小时候听别人说 Pilot其实是一个很帅的职业 然后其实对Pilot的概念也不是很深 但是这个儿时的梦想就一直在我的心里 我也不敢说出来 直到我到高一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跟我一样要当Pilot的朋友 然后就这样子 笃定了我想要当Pilot的想法 你考的是什么执照 你的是CPLIR 对我现在拿的是商业执照 商业飞行执照 商业飞行执照 CPIR加佛星TV 就你是一毕业出来 你就直接中学毕业出来 就直接当机师 还是你读别的东西现在 其实是直接读Pilot 虽然我21岁 但是我之前是出国读Pilot 所以我是来这间AATA读Convert License 所以你是算是Average Student 我是Average Student 你之前你是去哪里读 我是去澳洲 Melbourne 我现在本身hold了220小时 然后你回来这边是 只是考几张PAPER 还是全部考过 全部考过 然后飞类飞也是要重新飞过 飞 Regulation是说上15个小时 Multi Engine 但是我们选择42个小时 Multi Engine 所以你直接skip掉 新开车训练 也是 Simulator要做 Simulator还是要做 为什么会选择去澳洲读书呢 2018年的时候 很多人读Pilot 所以全部都报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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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时候有就是 不知道等几年的时间 然后才轮到你去读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在考Pilot的时候 你有遇到什么挫折啊 或者是令到你想要放弃啊 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要放弃的想法 但是挑战挫折都是挺多的 比如呢 就比如说 恐惧吧 毕竟每个飞行员都会有一次经历 first solo的经验 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 私自卷权的下来 私自卷权的下来 是是是是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first solo navigation 如果迷路的话该怎么办 那在financial金钱方面 你是ok啦就家人support你 然后你拿loan还是怎样 financial是家人support 去澳洲跟来这里都是家人support的 你平时是怎样读书的 你refer的读书method是怎样子 有什么技巧 还是要refer去Silliverse 就是我会先把课本上面的contents 都先大略读完 才去攻课那些question bank 然后如果question bank那边不会回答 你就refer回去课本这样子 基本上是不会refer回去 就是让他错 因为我相信 there's no errors and there will be no progress 你make mistake 然后你learn from the mistake and then from there you move on ye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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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全部学生都要住在宿舍里面的是吗 还是你们可以选择要住宿舍 还是不要住宿舍的 AATM现在暂时是一定要全部住宿舍 所以你们全部学生都必须住宿舍 然后他有没有好像kerfew的时间 然后几点一定要回来的 有有11点 每天都是11点啊 对每天都是11点 OK所以11点之间你们可以就好像附近有 麦donalds那些你们都可以去 然后11点就一定要回到来 对对对 然后weekend你是Johor人是吗 不是我是Saraw人 你是Saraw在哪里 我是Saraw Bintulu的 你weekend你会回去 还是你就是留在这边没有回去 Saraw比较难回啦 比较难回 而且应该是基本上都不会回吧 毕竟alverage cost 比较短 所以 okok也是啦 没有必要回去啦 多久你的cost 几个月 supposed to be 10 months 但是现在是MCO的情况下 不知道会拖延多久 estimate 12 months like that maybe yes 住宿舍这边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这里附近都是大雪环境嘛 就比较more than study environment ok 而且这里也离学校挺近的 就有些学生可以 周末的时候去学校的library 啊 是是是 我看你的library很大耶 所以你们周末也可以去啦 也是一样11点开到5点是吗 它有24hours open的study room 有一个问题 大学的fesificity你可以用吗 可是有词啊 潮汕啊 可以用 就是因为现在是MCO的情况下 就还不可以用 只要是under 那个diploma in piloting 那学生都可以用 哦 然后你们每天都是穿这样子去上课的啦 yes 哈哈哈 其实我们也是啦 我们也是啦 但是你们不会觉得awkward吗 I mean 整个UTHMG啊 fuckwardy的学生 都没有穿uniform 然后你们穿uniform 嗯 会awkward啦 因为 就听senior他们说 就挺 影人助母的 啊 是啊 是啊 你在Australia那边的时候也是穿uniform的 还是他们比较水性一点 比较水性 在Australia 可以穿culture去飞 啊 就是normal shirt 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啦 normal shirt没有问题 所以宿舍方面就是ground school 你们会bass一般的吧 没错 ground school发来 如果flying place的时候 你们是从这边去senai 还是你们会在那边 我们会在senai bass 那边有那边的hostel 哦 所以到时候你们会搬过去 对 没错 谢谢 看到这里的朋友 即使阿卡有好康 送给大家哟 如果你想当机师 却不懂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 或是你已经准备好了去报名飞行学校了 AATA有一项名为adopt assessment的入门测试 能够评估你个人是否有当机师的潜质 大家可以到AATA的官方网站报名试试 重点是你只需要用BAK400这个优惠码 便能在这项测试中获得400令吉的回扣哟 400令吉耶 还等什么 优惠至4月30日而已 千万不能错过 诶 当初我考培训班的时候也是要通过类似的测试的咯 OK 刚刚我们就参观了AATA的 Brown School的 facilities 还有我们去参观了它的宿舍 看样子其实蛮不错的 是读书的一个好去处啦 我访问那位朋友的时候 他也有说到周末读书馆也是有开 然后24小时都可以去那边读书 就是如果要来这边读书的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空军在开车 然后平成在后面处理那些文件的档案的东西 什么时候平成 然后现在我们就会前往那个 Sennay International Airport去参观它的 Flying Face 的那一个 facility 那与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这期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一边 那下个星期你们将会看到我们真正去参观 那一个 Flying School 的 facility 然后看他们的学生在Flying Face 的时候 是会怎样去飞的这样子 去见他们的教授体验当飞行学生的一天啦 就这样子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到其他这家平台上 让更多人看得见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还有我的 Instagram 你们也可以去订阅空军的 Instagram 还有民生的 Instagram OK 感谢他们俩今天宁力的配合我 帮我拍摄这些影片没有他们的话 我应该是做不出什么东西啦 那就这样子 我们下个星期间 我是基石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 就是靠近这个巴特巴哈的 不是 靠近这个巴里索隆的宿舍 巴里索隆 巴里索隆 我叫巴里索隆 巴里索隆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哈哈